第一次拍攝 好了 五二零一個這麼特別的時間 劇情報告 再開一段時間 有沒有看過網民的反應 或者朋友的反應 有啊 我挺開心 因為挺多人讚看這部電影 因為他們覺得很久 我從來沒試過TVB有這個劇種 所以覺得很新鮮 有時我在街市買菜 都有人跟我說 失禮嗎 我就跟他們說 哎呀 怎樣啊老闆 他們都會很開心 都有啊 我有時都有收到一些朋友的訊息 他們都有追我們這部劇 還有大家都很喜歡我踢一下家 拿一場戲 其實我們知道看了劇本 然後就知道你們拍攝 但到我看的時候 看電視機 我都會笑到滾滾 真的的 應該要多加一場戲 再踢一下家 全部一起踢的 還有你說有朋友message你呢 我簡直是有一些不熟的朋友 他簡直跟我說 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 其實我以前有做過舞小姐的經歷 他們說你們的劇合集了很多回憶 我講了一件這麼遠的事 所以我覺得很驚喜 我不是都很開心 大家都很有當年的那個回憶 但這樣的回憶 她很快就會出監了 我終於可以談情說愛了 我下個星期就比較慘 因為我心愛的男朋友都終於出監了 但會發生一些事很殘忍 因為我們播了一星期很多人都有說 莫妮可不要再亂愛腦 不可以 再亂一下 你呢 我應該會 因為我都特意埋著智妃身邊 想塑料 接下來會和智妃慢慢不自覺間地產生一些感情 另一方面又要開始感覺到沙律姐在懷疑我 挑通眼尼 太精明了 至於我知不知呢 大家又看看下個星期 好 好 感谢观看